我覺得 反正他拿過了嘛 就讓給我嘛 就是《九降風》你就已經拿下 台北電影節的新人獎 15年後你又回到北穎角逐最佳男主角 你這一次今晚心情怎麼樣 心情很複雜 這一晃15年這個獎真的很難拿 還沒拿到 對 也還不知道 所以希望等一下有機會可以碰到他 那這次就是校全也一起入圍 大家都知道你們是很好的朋友嗎 那今晚一起角逐影帝獎 你跟他你要怎麼 就是處理這樣的競爭的心情 我覺得反正他拿過了嘛 就讓給我嘛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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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